香港保調大聯盟、中國民間對日朔培聯合會等多個團體二十多人 到中環遮打花園的和平紀念碑、獻花和脈哀 悼念九一八事變中的死難者 代表之後遊行到位於交易廣場的日本領事館抗議 促請日本當局道歉和賠償 並交還釣魚島和兌換軍票 由於總領事館今天沒有辦公 代表宣讀抗議信後和平散去